大家好,我是艾地震头区医生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一定不要在肋沟注射的三种材料 第一种是脂肪填充 为什么呢? 就是之前我说过无数遍了 脂肪一旦是填充成功了 你身上长五筋 你脸上会胖十筋 特别是在肋沟这种精细的部位 一旦是脂肪填充在肋沟的地方 如果你长胖的话 你的肋沟就会变成眼带 而这个时候是很难清除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成熟的脂肪细胞 会和你的其他组织形成粘连 这时候你想取出来都很难取出来 第二点的话不要注射的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眼皮底下是非常薄的 它比我们你可以经营起来 这块的皮肤 以及我们这块的皮肤进行比较 它非常的薄 那一旦是注射的有所凸起 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 你很难处理 你总不能把一根很粗的针进去 把它抽出来 抽不出来很难抽出来 有的人鼻子可能做了 就是胶原蛋白或者是骨粉 那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清 但是也清不干净 因为它是粉粒状的 第三种一定不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生长因子类的 但是国内很多生长因子类的 只是说是生长因子 其实也不是 就给你打一些 可能是非生长因子类的东西 为什么说我的建议是 不要做任何有生长因子类的东西 因为它一旦刺激你的胶原蛋白 在身 你不知道它刺激的程度是多少 也是一旦是这个地方过度刺激了 一旦形成眼带 你是很难去逆转它的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